为什么癌症如此难治愈? 我们已经利用了电力为人类基因组排序,并灭绝了天花 但花费数十亿美元研究后,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治愈一种影响着超过1400万人和家庭的解决方案 正常细胞积累突变而出现癌症 多数时候,细胞能检测到突发或DNA的损伤,修复它们或让它们自毁 然而,一些突变让演变的细胞增长,不首先致病侵入附近的组织,甚至转移到远处的器官 一旦癌症转移就变得几乎无法治愈 而癌症非常复杂 这不只是一种疾病,它有超过100种不同的类型 我们没有先丹妙药能治愈所有的癌症 对于大多数癌症,治疗通常结合了切除肿瘤的手术 和放疗、化疗以杀死任何残留的癌细胞 激素疗法、免疫疗法 以及针对特定类型的癌症量身定做的治疗有时也被采用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治疗有效,使病人没了癌症 但是它们离百分之百有效和总是有效还远得很 那我们怎能找到治疗所有癌症的方法呢? 我们开始了解科学家将不得不解决的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新的更好的方法来研究癌症 大部分的癌症治疗法用生长在实验室的细胞来开发 是用人类肿瘤培养出来的细胞 这些培养的细胞提供我们了解癌症遗传学和生物学的重要见解 但它们缺乏实际活在有机体中的肿瘤的复杂性 通常在实验室生长的细胞上开发出来的新药 将会在临床试验真正的病人时失败 其略性肿瘤的复杂性之一 是它们有多种略有不同的癌细胞 时间一长,细胞在肿瘤的不同部位积累了不同的基因突变 产生独特的亚克隆体 例如被称为胶质母细胞瘤的恶性脑肿瘤 在同一个病人身上可能会出现多达六种不同的亚克隆体 这被称为克隆抑制性,使得治疗变得困难 因为在一个亚克隆体上有效的药物可能对另一个完全没有作用 还有另一个挑战 肿瘤是个动态的互联的生态系统 在那里的癌细胞不断相互沟通,并与附近的健康细胞沟通 它们能诱使正常细胞形成为癌细胞供应养分和清理肺物的血管 它们也能与免疫系统互动,实际上压制了免疫功能 使其无法识别或摧毁癌变部位 如果我们学会如何关闭这些沟通渠道 就能更有效地永久击败肿瘤 另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我们需要弄清楚如何根除癌症干细胞 癌症干细胞很罕见 但似乎有着特殊的属性 使它们能阻挡化疗和放疗 理论上来说 即使其余的肿瘤被治疗到检测不出来 一个残余的癌症干细胞能再长成新肿瘤 弄清楚如何针对这些顽固的细胞 可能有助于预防癌症复发 即使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 我们可能会面临新的问题 癌细胞是适应的专家 调整它们的分子和细胞特性 以在压力下生存 当它们被辐射或化疗轰炸时 有些癌细胞可以有效地打开防护罩 通过改变基因的方式 来抵抗任何对它们的攻击 恶性肿瘤是不断进化和适应的复杂系统 要打败它们 我们需要找到与其复杂性相匹配的实验系统 和可以随着癌症的变化而调整的监测治疗方案 好消息是我们正取得进展 即使我们仍有那么多未知 大多数癌症的平均死亡率 自1970年代以来显著下降 并且仍持续下降 我们每天都学习更多 并且每一点科研的新进展 都使我们抗击癌症的军火库更加壮大 确保您订阅了这个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学习新鲜玩意儿的机会